睡美人 從前有一個國王和一位皇后 他們兩個天天都說 如果我們能夠有一個屬於我們的小朋友 就好了 但是他們就總是生不出小朋友 有一次皇后洗澡的時候 在水裡跳了一隻青蛙 青蛙就跟他說 你的心願很快要實現 不用一年你就會生一個女孩 青蛙的預言真是應驗了 皇后他果然生了一個女孩 這個女孩好可愛 國王高興到都不知道怎樣好 於是他就決定舉行一場盛大的慶祝宴會 國王他不單要請了自己的親朋好友 還要請了女預言家 女預言家他有一種很奇怪的力量 他能夠預言每一個人的命運 國王想等他們喜歡自己的小朋友 這個國家一共有13個女預言家 但是皇宮裡為他們準備吃飯的金盤 只有12個 所以是有一個女預言家沒有被邀請 宴會又隆重又豪華 去到最後結束的時候 女預言家就一個一個為這個女孩 送上了很漂亮很漂亮的禮物 第一個送的是美德 第二個送的是美貌 第三個送的是財富 就這樣 女預言家都為他送上了一輩子 很希望得到的一切的東西 當等到第11個女預言家 說完他的祝福的時候 突然 第13個女預言家闖進來 因為他是未被邀請的 他來報復 他看都不看其他人一眼 一步就衝向這個女孩面前 大聲地說 公主在15歲的時候 一定會被一個織布的工具刺傷 立刻倒地死亡 然後他什麼都沒有說 轉身就離開了大廳 在大廳上面的所有人都嚇到不敢出聲 這個時候 第12個女預言家 從旁邊慢慢走上來 他還未送上自己的祝福 他雖然不能解除那個惡毒的魔咒 但是他可以緩解他 於是他就這樣說 公主他不會死的 只是沉睡一百年 什麼啊 什麼啊 沉睡一百年 國王他怕自己的寶貝女 會遭遇不幸 於是就下令 將全國織布的工具痛痛到笑了 第11個女預言家的祝福 都在公主的身上 應驗了 公主她長大了 又漂亮又懂事 可愛又聰明 見到她的人 沒有一個不喜歡她的 但是 剛好在公主十五歲的那一天 國王和皇后出了去 只留下公主一個人在皇宮裡 公主她好奇地走過一個個房間 最後來到一座古老的鐘樓前面 公主走上窄窄的旋轉樓梯 來到一個門口前面 在門鎖上插住了一把生壽的鎖匙 公主一領 門一聲打開了 公主看到在這個房間裡 坐著一位老奶奶 她正在出力地用那個織布的工具 在這裡織衣 你好啊老奶奶 你在這裡做什麼啊 公主問 我在這裡做衣服啊 老奶奶點了一下頭就回答她 這一個是什麼來的 圓圓圓的轉得這麼有趣的 公主她拿起了那個織布的工具 但是 就在她剛剛碰到那個工具的時候 這個魔咒就應驗了 這個工具 刺進了她的手指裡 就在手指被刺中的那一剎那 公主 一聲 跌到床 接著 就怎麼都叫不醒了 這個沉睡的咒語 很快就蔓延了整個皇宮 剛好在這個時候 國王和皇后回來 他們剛剛走進大廳 就很奇怪地睡著了覺 接著 整個皇宮的人 也好像他們那樣睡著了 在馬鵬裡的馬 花園裡的狗 屋頂上面的甲子 牆上面的烏蠅 就連在壁爐裡一路燒著的火 一下子 全部都好像睡著覺一樣 變得靜悄悄 動不動 很快 皇宮的四周圍 就開始長出一道道的玫瑰尼巴 他們一年長得比一年高 終於就把整個皇宮都圍起來 什麼都看不到 就連屋頂上面的那支旗 都看不到 有了 一個沉睡的美麗公主的傳說 慢慢流傳開她 他們都叫她 睡美人 時不時 會有個外地來的王子 想要穿過這個玫瑰尼巴 走進去皇宮 但是 就無法進去 那些大刺的玫瑰 就好像生了手一樣 緊緊地纏著王子他們 無論他們怎樣掙扎 都掙扎不掉 最後 只能好慘地 死在這些玫瑰尼巴當中 村裡的老人 還會聽到他的爺爺說 從前 有好多好多的王子來過這裡 他們曾經都想穿過玫瑰尼巴 但是 就被這些大刺的玫瑰 困在裡面 好可憐地死 但是 這個王子就說 我不怕 我要進去看看 這個美麗的 瑞尼人 無論老人怎樣勸她 王子都聽不進去 正好就是這一日 是瑞尼人要醒的日子 一百年過去了 當王子走近玫瑰尼巴的時候 那些鮮艷奪木 盛開著的玫瑰花 自動自覺地 向兩邊分開 讓出了一條路來 王子抬頭挺胸 安全地走過去 然後 那些玫瑰又自動地合在一起 王子走進了皇宮的花園裡 看到馬和花斑獵狗都怕在地上睡覺 屋頂上的甲子 把頭埋在翅膀下面 當她走進宮殿裡的時候 看到烏鷹都是瀑布在牆上睡覺 在廚房裡 那個廚師依然都是遞高的手 想要去打那個小幫工 王子再往裡面走 看到所有人都在大廳裡睡覺 在皇座上面 還睡著了國王和皇后 王子繼續往裡面走 四周圍靜悄悄 幾乎可以聽到自己的呼吸聲 最後 王子走到鐘樓前面 打開了那間小小的房門 房裡就睡著睡美人 公主真是太美了 王子的眼一刻都離不開她 王子忽低身 射了一下公主的額頭 想不到公主一下就睜大了眼 溫柔的摁高的頭 看著了王子 然後他們就一起牽著手 走到鐘樓 國王他醒了 皇后和皇宮裡的所有人都醒了 好了 他們睜大眼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在馬鵬裡的馬 站了起來 蹦了一下身 院裡的那隻花斑獵狗 也跳了起來 搖著他的尾巴 屋頂上的甲子 從翅膀下面伸出來 四周圍看著 然後就向原野飛走了 烏鷹就在牆上爬了起來 廚房裡的火又開始燒了 繼續在煲飯 烤肉也跟著發出一些 嘶嘶嘶的聲 廚師的手終於到 啪啪一聲 打到那個小幫公裡 小幫公掩著臉 叫了一聲 而女僕又開始拔他的雞毛 跟著 王子和公主 就舉行了世界上最豪華的婚禮 他們之後 一直都過著很幸福的生活